约瑟文丹佑农产即将在这个月底进入产季 农会除了是国内市场 也早已订定锁定美加、日本以及新马等国的销售市场 而台农发与农会近日也是频繁进出贺岗文丹佑专区 紧盯文丹佑果生长情况 同时就外销国际市场工作事宜 与农民以及农会三方携手筹备 让在地优责的文丹佑进攻国际市场 迎接今年8月底的文丹佑产季 农会与台农发早早启动国内外文丹佑市场产销工作 尤其近日更加频繁进出贺岗文丹佑专区 紧盯文丹佑果生长情形 同时攜手筹备外销国际市场事宜 我们台农发也到我们这个场地来做一个会刊 那也是最主要也是要了解我们整个贺岗文丹的这个品质 那还有这个产量的部分 那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台农发 在今年的文丹佑的部分 可以协助我们花莲地区的这个文丹佑 销售到加拿大日本 还有这个新加坡等地 农会除了国内市场 近几年来与花莲农丹厂福岛找收技术的工作成熟 规模也逐渐扩大 现在更是持续贯彻文丹佑的分级包装 让外销国外的产量与品质更加安全稳定 逐年获得美加日本及新马等地区市场的肯定 因为我们针对不同的国品 它的那个要到日本的航程 还有到加拿大的航程是完全不同 所以对于采收的这个熟度 我们都会有严格的这个跟农民合作 那熟度上的控制 然后还有我们的池水的部分 怎么样可以让它有池水 但是又可以保持它的颜色的漂亮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冷链上也有去投入 那这个部分我们公司跟农会 就会严格的去做好分级 除了农民用心科技化企业化 尽管文丹佑农产 文丹佑农及农会严格贯彻落实 文丹佑的分级包装 也因此逐步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与青睐 台农发副总唐淑华指出 尤其日本市场对瑞瑞文丹佑评价不错 需求也逐年增加 我们从刚开始第一年就有几百公斤 去到去年已经达到 跟农会就已经有近30吨的出口 那当然也带动其他的贸易商 愿意也知道说 哇瑞瑞的这个文弹非常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也大力的进驻在瑞瑞这边来做出口的作业 一起很多的出口商都有不同的通路 也有不同的客户 由我们大家出口商一起合作 就可以把这个市场更做大 今年除了国内市场在台农发积极开拓下 目前已经规划外销日本加拿大以及马来西亚等地 增加台湾文丹佑的销售管道 提高文丹佑农产经济收益 若没有问题于第一批外销加拿大的文丹佑 预计将会在25号出港 让在地优质的文丹佑进攻国际市场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